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指出,截至2022年底,公司全球专利申请总数累计超过8.5万件,包括2022年申请逾8500件。 美国专利申请数排名第二,台湾专利申请数排名第一。 全球专利获准总数累计超过5.6万件,包括2022年获准于5500件专利。 台积电称,公司的专利管理权体系包括专利管理策略,例如全球专利部署、前瞻发明挖掘、专利版图扩建、专利实施运用,以及专利管理制度, 例如智权分级评审、专利竞赛奖励、专利宣导教育、专利人才培训。 台积电称,为保持公司的技术领先地位,公司计划持续大量投资研发。 在公司3奈米及2奈米先进CMOs逻辑技术持续进展时,公司的前瞻研发工作将聚焦于2奈米以下的技术、三维电晶体、新记忆体技术,以及低电阻导线等领域。 而持续研发新技术必然少不了待遇丰厚的工程师,据台湾自由时报5月的报道,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最近的一起民事裁定,曝光了台积电技术源的薪资。 一名女子加入台积电一年,含轮班服务奖金的工资最高每月可领于7万元新台币,含每季业绩奖金的工资最高可领4.2万元新台币。 算下来,她12个月下来,平均月收入近5.7万元新台币,是台劳动部门规定的基本工资两倍多。 据悉,这名基础员因负债过多,向法院申请债务更生清偿, 法院员裁定,以她在台积电工作前三个足月的平均月薪3.5万元新台币来履行6年,72期的债务清偿计划。 但她的债券人之一表示,任职台积电,薪资福利均在水准之上,不可能每月接领月薪3.5万元新台币的月薪,收入应以全年薪资含奖金计算,因此请求废弃员裁定。 法院含请台积电提供该名技术员,各月薪资明细及奖金计算方式得知的其工资。 并从该名技术员提供的工资明细中得知,除了基本工资外,还包括现金奖金、轮班服务奖金、运动会奖金、年终奖金、春节红包、业绩红包等。 此前,台积电公开表示,员工的薪酬包含按月发给的薪资、按计结算经营绩效发给的业绩奖金,根据年度获利状况所发放的分红,以及根据全球员工购股计划所发给的补助金。 每位员工获派的金额、衣职务、贡献、绩效表现而定。 尽管今年行业不景气,台积电日前依旧曾称,向员工发出底薪调薪通知,今年度平均调薪幅度达4%至5%,符合预期。 于是有人质疑,资劳比不高,怎一堆人仍去台积电。 一名网友在PTT社群上分享,他曾遇到一个从联电跳槽到台积电的工程师,他问对方在台积电和联电工作哪个比较累。 对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台积电,并大户台积电比联电操劳多2到3倍,但薪水却没有高到2倍以上。 该名网友提出疑问,这样看来台积电资劳比不高,怎一堆人去台积电。 如果把年薪处以工作时数,再加上疲劳与压力指数,这样算下来的工作,自劳比感觉比连电,系统长等都还要低。 网友回帖称,台积电虽然自劳比不高,但是薪水绝对够高,年薪两倍,存的钱可能是3倍。 别人做10年存的,你要存30年,尽管自劳比确实不高,但总价很高,人终究还是需要很多的钱,台积电只要自己不走,还是可以稳稳地赚到退休。 那是因为其他公司给不出那么多钱,自然里面要求也不会那么多,以同样薪资来算台积电是入门门槛低的。 台积电类的,从来都不是常规化的工作。 另一有人表示,去台积电工作要挑队部门,不是所有的部门都会发财,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会疯狂加班,也是有部门可以准时上下班。 所以说,挑队部门很重要,有的部门还是相对轻松。 由此可见,尽管台积电可能工作会辛苦,但技术员拿的总数还是很可观的。 在满足研发人员的基本需求之外,凯登电子Cadence Design Systems宣布与台积电合作,使用台积电N16工艺上的79GHz毫米波设计参考流程优化Cadence Virtuoso平台。 凭借Cadence的这一最新进展和台积电的长期合作,客户现在可以使用N16工艺的,完整79GHz毫米波设计参考流程,以开发优化的高度可靠的下一代RFIC设计,从而用于雷达、5G和其他行动装置、汽车、医疗健保和航态领域的无线应用。 目前,客户已经开始使用相应的台积电PDK进行RFIC设频机体电路设计。 据了解,这个支援台积电N16工艺技术的Cadence RFIC解决方案具有自动化功能,可帮助客户花费更少的时间将关键设频功能集成到设计中。 该解决方案支援RF设计的所有方面,包括无源器件建模、辅助布局自动化、会计优化和EM牵合仿真。 台积电N16工艺的79GHz毫米波设计参考流程采用高效方法,可让工程师实现其效能、能效和可靠性设计目标。 客户可凭借Cadence紧密集成的Virtuoso AE Suite和Spectre X Simulator with RF Option,管理拐角仿真、设计居中和辨识真正的最坏情况拐角。 此外,用于RF布局自动化的Virtuoso Layout Suite,包括具有设计内设计规则检查DRC功能的加速布局和布线。 此外,台积电N16工艺的79GHz毫米波设计参考流程,支援大容量电磁EM模型生成,利用对RF电路至关重要的Cadence EM Explaner 3D Solver。 Virtuoso平台与EM Explaner 3D Solver和Cadence Qantas Parasitic Extraction紧密集成,以实现偶合效应的分层提取,确保完整设计的EM寄生续号验收。 这种紧密集成,允许将S参数模型无缝反向注视到黄金IC原理图,或具有布局后寄生效应的Quantus Smart View中。 该流程使用Virtuoso EM助手进行EM提取,以及使用Virtuoso AE Suite将S参数模型,拼接到原理图中以进行仿真和验证。 台积电设计基础设施管理部一名负责人表示,通过与Cadence持续合作,他们正在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RF设计工具和工艺技术,以将创新的RFIC推向市场。 凭借台积电N16工艺上的79低盖hertz毫米波设计参考流程,他们的客户更容易将Cadence和台积电的创新快速应用到他们的IC设计中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